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这款游戏最早是在任天道的无意平台上推出的 那这款游戏它主打的一个内容就是缝合 那它是缝合了Atlas的真女神转身系列跟Intelligent的火焰文章系列 那这个缝合怎么说呢 就玩下来感觉不是特别的成功 它这个火纹的占比太低了 就感觉玩下来更感觉像是一个真女神转身的幻皮游戏 那这个游戏的剧情怎么说呢 它是分了明暗两线 那明线上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 就感觉非常青春洋溢的这么一个校园偶像的剧情 然后暗线的话就是火纹那一套 就背景里面就化身成光明 然后去跟黑暗做对抗的这么一个故事路线 那这整个故事打下来的话 感觉校园偶像这一部分确实还可以 至于到最后主线到了最后突然就把火纹的内容给插进来 那就感觉特别的突兀 它前面火纹内容做的铺垫太少了 就两个世界就交集太小了 知道吧 那我们现在准备进游戏 先给大家看一下 好那进来之后我们先来看一下我的这个完结的存档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游玩时长差不多在三十四三十五个小时 当然这个时长是有一丁水分的 这个时长是只包括了主线跟人物支线 然后它这个游戏有个非常大的问题 就是它没有自动存档 所以看到这个游戏时长是肯定比我打的实际时长要少的 那在外面任天堂给我寄的时长已经到了快四十个小时吧 这个游戏不能存档就很讨厌 你可能忘了存档然后就被精怪给秒了 然后前面一小时就白打了 就是非常讨厌 那15年的游戏竟然还没有自动存档 那我们先来挑一张图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游戏的核心玩法吧 然后大家进游戏之后就能看到 这个游戏还有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作为一款15年的游戏 你竟然是锁视角的 我没有办法自由的去调整视角 这个就非常的难受 怎么说 这真的是 我一上来就直接碰到两个大缺点 这个游戏系统上的缺点 然后我们先进图 那这个图的话 大家都懂吗 这个Atlas 毕竟是专门设计迷宫地图的嘛 那在此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游戏的整个装备系统 那它装备的话 是给到了非常多 就根据整个游戏进度 会解锁非常非常多的武器 这个武器就非常良心 就每个武器都给你画了不同的图标上去 然后每件武器的技能都不同 它这个技能是一路传承下去的 就没有办法面面居多 你就不能把所有技能统统拿到 这里面是有一定取舍存在的 然后它这个武器也是存在一定属性克制的 可以看到左边这个熟练度下面就是一个属性克制 属性克制在这款游戏当中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点 然后它的我看一下技能 技能在哪里 它这个技能那边也是有比较大讲究的 这款游戏一共是给到了七个可操控的角色 还有三个辅助用的剧情用的NPC 它的技能是分成了三块 第一块是主动技能 然后是被动技能 被动技能 这个这个是被动技能 然后这个是追击的技能 这个追击也算被动技能的一部分 所以我还有些额外的闪耀技能 整个技能做的还是比较多的 等会儿先给大家打一仗给大家看一下吧 七个可操控的角色玩下来还可以啊 就每个角色其实大家整个职业都不一样啊 那进到战斗当中啊 我们可以直接看一下这个属性克制啊 那可以看到他怪物身上直接会谈感叹号 谈感叹号的话就是跟他相克了嘛 是吧 就是可以克他 然后他每场战斗是可以上三个角色 三个角色你可以用不同职业 可以看到我现在上的一个领主 一个飞马骑士 这个是应该是天龙骑士 然后再加上一个箭矢啊 是吧 这个倒是弄了一定火纹的属性在里面 然后他左边这一长窗啊 就是一系列的连击啊 这个连击系统做的我觉得还是挺爽的 打到后期就比较的带感 当然在前期可能前期有比较长一段时间 就没有这么爽快的连击体啊 这要打到比较靠后才有这种感觉 因为他还是传承了一个JRPG的套路嘛 基本上是每隔一张到两张 给你解锁一个新角色 那整个游戏总共是六张 那基本上这个游戏当中 是一张一个新角色是吧 然后每一张都等于就是新角色的单元回嘛 就讲个小故事 战斗系统大致就这样啊 他整个还是主打一个华丽啊 最后整个连击起来 跟整个闪耀技能加上去的话 整个战斗还是非常有看点的 这部分做的还是比较好的 然后我们推到地图当中来 来看这个迷宫啊 先给大家看一下这整个的大地图 那这第一张的迷宫就其实挺劝退的 你看他一到三啊 是一部分 然后四中间有个空档 然后五六七又是一个部分 然后这两个部分当中就有这个人偶啊 这个巨大人偶看到没 这个每个地 每一圈有两个人偶 这两个人偶会通向两块不同的地方 等于他一张地图又分了两块 然后这边就可以调整这个人偶的姿势 然后去达到不同的区域啊 我们给大家随便挑一下 那如果我们选最右边的这个话 就可以上到第三层了 那怎么说呢 阿特拉斯在第一个新手关卡 就给你上了这么一个立体迷宫 确实是比较劝退的 如果这个方向感稍微差一点的话 很容易迷路的 那我们现在进去的话 就是上到了另外一层楼板的第三个区域 是吧 它两个楼板之间还不一定是相通的 就比较的复杂 就需要大家自己去玩体会一下 这游戏也没有什么路线指引什么的 这个迷宫 哎 就这样吧 就挺精巧的 说好点是精巧的 说难听点就是比较劝退 比较废脑子 然后我们现在 战斗跟这个核心玩法这一部分 大致就这样 它核心玩法还是比较简单的 毕竟是一个只有30小时左右流程的游戏嘛 做的就这样 然后我们来讲一下它剧情 主线跟支线啊 那主线刚才开头是已经说了 它这个主线 前面做的就那样嘛 就到后面前面感觉还行 到后面又比较突兀 但是它支线做的还可以啊 它支线每个角色是有三阶段的支线任务 那每一阶段基本上都可以让你对这个角色有一个新的了解 但是这个游戏有个比较大的问题啊 它又是机制上的问题 它没有办法攻略角色 你说你做的美少女这么好看 不让我攻略干什么 哎呀 真的是 你看美少女的资料贴的这么详细 是吧 它不能攻略 就非常讨厌 它还有没有什么好感度的设置 你只能从这个剧情的文字 这个文字当中可以感受到他们俩的关系 确实不简单 但就是没有办法攻略啊 就就非常的难受 知道吧 就心痒痒 然后它这个支线给到的正反馈也是很好的 就基本上每个小支线做完之后 都会给你放一段动画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游戏的3DCG啊 动画也是一大亮点啊 我觉得它在CG上还做的还是可以的 我们来随便挑一段看一下吧 看一下挑哪一段好啊 直接挑最后这几段 最后一段好了 它的这个作曲啊 是LiveLive的那个作曲家 做的所以一进来的话 可能比较关注IDOLU这方面的 会感觉这个这个曲风就比较的耳熟 有点熟悉的感觉 那整个CD质量也是非常高啊 基本上一段差不多在一分半到两分半之间吧 如果完整放出来的话 那肯定是更有良心啊 但他们毕竟还要卖这个CD的嘛 所以不可能给你全放出来 这边只能做个预览 那大家就给大家看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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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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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